來看台中植文通過 這個台中文心路的演員 有民眾的案件說 會否是植文的出現有夠差 有的沾離這站的大樓還很快 這台中植文公司表示 演員的這個出現的出現都有負荷標準 不過我們來檢討 把影響感到相機 來到台中植文南頓山 盡快植文站體 看過文心路 而且記得附近的主體大樓 當地主後報案 植文來來揮揮 聲音很差人 你去問那個鐵道旁邊的 住戶看會不會吵 一定會的嘛 多少都有聽到聲音嘛 也附近的機民表示 台中植文就算的 站體幾歲 都是過駕車站 不過植文站到駕駛 以及旁邊的道路的車道 形成不不效應 交通的噪音也對你放大 跟紅綠燈之後啟動的聲音很大 或是搭曉桿的過紅綠燈 車子會拍得很快聲音就很大 台中植文就算 引入台中市区 文心路大了幾歲 不過所見過的都是人口 不知的區域 旁邊的相辦到主體大樓 都很多 有今天其民鄉立正歡迎 包括南頓山 文心中的站頂 很多的高級站體 因為站體的面積精革 造成這份的車 以及交通噪音的家庭影響 中植公司表示 會來加強鑑識 量測結果 日夜間的均能韻量 以及最大韻量皆符合 路上運輸系統 噪音管制標準 中植公司表示 演算設計當中19位 噪音量測的點位 無情鑑識的結果 負荷路上運輸系統 噪音關節標準 也會均動時的檢討 來加強鑑音的總體 將影響降到最低 記者台中綜合報道